簡單來講 在我自己的投資焦點裏面 汽車股有四大天王 包括吉里吉仔 另外長汽 廣汽和華晨 華晨連業績都未出到 大家就忘記它 另外廣汽之前石馬熙事件 都是令到投資的信心薄弱了 暫時先不要管它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暫時會看長汽多些 特別留意我今次有看經濟日報 其實看回新能源車上 除了50汽車 甚至Tesla之外 其實長汽的新能源汽車 賣得挺好的 所以相對來說 首先我的疑問就是 現在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晶片似乎有些局限和短缺 而這件事 我們去年年底的時間 就憧憬第一季可以解決 但屈指一算 現在已經四月了 看來可能第二季 第三季才能解決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最近留意到 那些銅銅鐵鐵 鋼 鋁等等 那個價格是上升的 就是說 汽車製造成本是加大了 那你又加不到價格 所以毛利率有少少的收額 變相這兩個陰謎不能夠淡化的話 汽車股都很難是提升 其實在沛隊上的那個人 會不會重新說的 有一點 但是要在一起 那邊的不同的地方 有一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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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位信心 有一個信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